还记得《言喜攻略》被TVB引进香港播出 为了凸显奢侍曼的地位 硬生生把这部剧重新剪辑配音 成为自家花旦的大女主剧 这就是娘家人的力量 在TVB眼里 奢侍曼就是公主 只要她回港 永远有约不完的饭局 不论老戏骨还是高层 看见奢侍曼总有种自家孩子长大了的新味感 本期的播放学道道就和你聊聊 奢侍曼凭啥成为TVB团宠 TVB北上发展的艺人很多 不是被迫离朝就是外出捞金 像那种到了内地 都能让老东家给你写推荐信 为你撑腰的 也就奢侍曼了 他去芒果台参加综艺的第一天 就收到了高规格待遇 这背后肯定有TVB撑腰 自家姑娘不论走哪都不能受气 2006年奢侍曼拿到了事后大奖 上台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 三位派系不合的大佬 居然同时露出了乙母笑 欧阳振华看到他激动的落泪 赶紧从后台给奢侍曼递纸经 还记得欧阳振华对事后这么关心 还是1997年关永和领奖的那一次 由此可见奢侍曼小朋友有多招人待见 郭静安说 如果奢侍曼不那时候 我就花钱给他定制一个 奢侍曼就属于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通吃的那种 他有一个闺蜜团 文宋贤姚乐姨汤一应说 如果TVB敢对奢侍曼不好 他们就敢穿着泳衣 集体在公司门口抗议 奢侍曼生日的时候 圈内好友集体穿着粉色衬衣 祝他早日脱单 有人说奢侍曼之所以能人缘这么好 肯定归功于他的高情商 这话确实不错 但你知道什么是高情商吗 他又是如何从港姐季军一步步成为团宠的 点个关注 咱接着往下聊 TVB原副总经理杜克之告诉奢侍曼 不论你在哪 干什么 记住不开心就回来 TVB永远都照着你 奢侍曼从港姐季军一步步成为TVB团宠 有人说是他情商高 但在我看来奢侍曼的聪明 并不是所谓的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常常把请客送礼挂嘴边的精明 如果你这样做 也许能讨一小部分人欢心 不可能全台上下都为你打高 说到底 奢侍曼的高情商就俩字 真心 在他眼里 每个人都有闪光点 都值得被学习 所以奢侍曼在剧组很谦虚 即便给武警言答喜 他也从不越界 更不会抢戏 奢侍曼说 不管你演的是主角还是配角 都不要在意 因为人物存在就有意义 就算是小人物 也有属于自己的悲欢离合 每个人都是自己心中的主角 所以角色不分贵贱 都要拼尽全力 在TVB 监制一般都不会明确说 谁是一号 谁是二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龙套也一样 你认为呢 正因为有这样的态度 TVB一直把最好的资源都给阿蛇 他真的是用实力在战斗 出道25年 曾经的蛇师卖也是朝黑体制 但身在大染缸 娱乐圈确实是用来娱乐的 谁在意 谁就输了 刚出道的蛇师卖 被监制用剧本打过脸 被观众称作小鸡仔 非科班出身的他确实很委屈 但人生就是这样 不管你走到哪步 都不要找借口 没学过 根本不是理由 从此以后 初出茅庐的蛇师卖 仿佛长在片场 五天四夜的不回家 让剧组人员 对这个非科班出身的港姐 好感倍增 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 不是你不会 而是你不动 蛇师卖没有背景 没专业 没人脉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什么都有了 所以你若不勇敢 谁替你坚强 纵伟正在看视频的你 因为B对奢侈曼的培养 可谓是颇费心机 一出道就让他搭档 陈景洪 黄日华 少美琪 这样的老戏骨 不为别的 只要他肯努力 师傅都是最精良的 在这群师傅们的帮助下 奢侈曼爱上了表演 两千年 他和张志玲主演的 十月初五的月光 虽然是木小城本剧 却让人看到了 他身上的无限可能 开地女花的时候 向海澜 郭显丽两大港节冠军 给他做配 一时风光无限 而奢侈曼并没有沾沾自喜 他用实际行动 报答TVB的厚望 结果因疲劳过度 把自己的下巴磕伤了 从此脸上留下了一道伤疤 后来拍《黄武黄沙》 他又磕掉了两颗门牙 在使徒行者里 拍一场追车戏 结果颈椎受伤 有人统计过 奢侈曼每年拍摄120多集 每天工作近20小时 这么算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所以说奢侈曼的高情商 不是单纯的对人好 而是他太不容易 大家都想发自内心的保护他 每个艺人身上都有绯闻 奢侈曼也不例外 但TVB高层选择视而不见 因为他值得被爱 曾丽珍说 作为制作部的经理 我都舍不得让奢侈曼演坏人 大家想想 这是什么情 什么愤 高情商其实就是好人品 你若善 整个世界都是爱 你若饿 眼里只能看见仇恨 所以放下 才是最好的起航 送给新年开工的你关注 我怕你想看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咯